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 撒加利亚书的第十章 第十章有一到十二节 我们先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感谢你 让我们可以学习 将时间分别出来 能够来思想你的话语 也与你圣灵亲自引导 是我们真正是你 我们向你先上祈求祷告 奉主顺名 阿们 好 在今天短短一到十二节当中 我们也可以稍微的分段 特别一到五节讲到一件事情 向帝呼吁他的百姓要转向他 然后也应许他会跟他们一起 征战来对付他们的劣敌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第一节的经文 当春雨的时候 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 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 使田园生长菜书 很有意思是这边 特别又出现耶和华 好 参加利亚他说明一件事情 他说如果上帝的百姓要能够接受所应许的福气 就必须要向神来祈求 好 他有特别把耶和华点出来 好 当春雨的时候 春雨降下就可以滋润大地 但是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 好特别因为在那个地方的地区就是需要注意的灌溉 让这些庄稼可以成熟 好然后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是因为贝鲁之前 以色列人他们也跟着人在拜巴黎 好巴黎是他们认为是掌管雨水的神 所以这边先知就特别提到说 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来求雨 再次提醒这些百姓说 谁才是真正掌管一切天地外的主 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好 然后在第六到第七节的地方 特别提到预言神要顾念他的百姓 因为所有的百姓都是属神的 然后上帝会使他们欢喜快乐 我们一起看一下第六到第七节的经文 我要兼顾有大家拯救约瑟家 要领他们归回 我要连续他们 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 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 以发连人必如永世 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 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 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 好在这边呢 第六节特别有提 我要兼顾有大家拯救约瑟家 尤大约瑟这些都是我们很熟的 对不对 但是在这边特别就是指 以色列跟有大连的国家 就是指南北俄国 然后意思就是所有以色列百姓上帝的选民的整体 他们都要得到上帝的救恩 都会再次归回 因为这时间神就说我要领他们归回 还要连续他们 这是很美好的应许 所有属神百姓 神都要再次把他们带回来 然后当然归回好像也有双重的意义 一方面就是回到原来他们的地方 再也有安定的意义 好神会连续他们 不像从前因为他们犯罪 神就弃绝了他们 好 耶和华仍然是他们的上帝 怎样恢复 一过去神跟他的百姓立约 这关系是重新恢复的 然后特别第七节有讲说 以法连人必如勇士 不好意思喔 这个不是就只是指以法连支派 而是代表指称所有的北国的人 好 他们就是像约瑟加为美国通称 就是是一种通称的概念 所以不要想啊 这里只有十二支派之后 以法连人可以蒙这样的恩典 也没有没有就是所有的北国 然后 再来就是 他们会归回还会强盛 像勇士一样 过去他们所遭遇的 就是不断衰败啊 然后被攻击 但是如今他们就要像勇士一般 得到救恩之乐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十二节的经文 我必使他们以靠我得以兼顾 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 这是叶华书的 哇 我相信大家都很爱听这种经文 对不对 就是当神 就是特别赐下这些应许就恩的时候 我们都喜欢啊 这就是我的啊 我要这个 但是这边有很重要提醒 就是我必使他们以靠我得以兼顾 好 我相信我们都爱那些祝福 那些恩典 但是 以靠神才是真正的关键 然后也特别强调 哎 他们归回的时候 那情况就是哎 他们得到自由了 一举一动 原为一次 那就是走上走下 好 但是就是这些归回的百姓 他们因为看见燕华的作为 他们一方面归荣耀与神 他心里也感到惊奇 他们因为尊重神 然后以神的圣功为荣 他们可以一起参与在其中 这是很美好的景象 所以我们在第十章一起看见 哇 又有盼望 但是特别先知提醒我们 要向夜华神来呼求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上帝 感谢你 你没有撇下我们 没有丢弃我们 帮助我们 当我们再次听到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能够紧紧回转来依靠你 就得以兼顾 主也帮助我们 清除明白 知道我们寻求我们所 祈求的对象 就是主耶华 我们的身 我们向你现在祈求祷告 奉主的顺名 阿们